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我们回顾基督教2000多年的教会历史发展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基督教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无时无刻都充满着苦难的困扰 都充满着苦难和患难 或许苦难和患难就是上帝给予我们的另一种祝福 以此操练我们 让我们能够配得上神的儿女这样的一个称呼和身份 在苦难和患难当中 圣经也常常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忍耐等候 忍耐等候上帝所给予我们最终的那样的祝福 愿上帝也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 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 亚哥书第一章12到27节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 必得生命的冠冕 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 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 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 他也不试探人 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 罪继长成就生出死来 我亲爱的弟兄们 不要看错了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 都是从上头来的 从重光师父那里降下来的 在他并没有改变 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 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 好像出手的果子 我亲爱的弟兄们 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但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 慢慢地说 慢慢地动怒 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 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 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 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 只是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自己欺哄自己 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 就像人对着镜子 看自己本来的面目 看见 走后 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 唯有详细查看 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 并且时常如此 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 乃是实在行出来 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若有人自以为虔诚 却不勒住他的舌头 反欺哄自己的心 这人的前程是虚的 在神我们的父面前 那清洁没有玷污的前程 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 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今天的经文是 雅各书一章十二到二十七节 我们首先来看第十二节 这里说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 必得生命的冠冕 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 好我们圣经读到这里 我们来看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上帝允许苦难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这是上帝要熬炼我们 成就我们像金子一样的信仰生命 这是上帝要帮助我们 成就上帝所喜悦的信仰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说 人会遇见试探 试探不是老师训练学生那种的考验 而是我们里面的私欲 所牵引我们导致的行为和结果 上帝绝对不会把色情影片放在我们的眼前 让我们操练形成不为所多的意志 上帝也不会带我们到酒吧 以此操练我们能够出于你而不然的圣洁情怀 人所遇见的试探是魔鬼 所引诱我们里面的私欲 从而导致的结果和行为 那么有的人问 为什么上帝不消灭魔鬼 从而让我们不遇见这样的试探呢 当然没有魔鬼的试探 我们岂能知道我们里面的罪恶 没有魔鬼的试探 我们岂能知道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恩 是何等的宝贵 上帝不是创造了一个魔鬼 以此来彰显上帝救赎之恩的宝贵 魔鬼在也好不在也好 神所带来的救赎仍然是宝贵的 耶稣基督的救赎仍然是贵重的 因为这是圣子耶稣基督 以道成肉身的生命所换来的 我们一个有罪的人 在神面前的态度 不是访问上帝 为什么让我们经历试探 而是在试探中忍耐悔改 等候神的救恩 就如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 必得生命的冠冕 这是逐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 当我们在试探当中的时候 我们需要在神面前献上悔改 一个因色情影片试探而犯罪并悔改的人 比那些自以为圣洁的人要好很多 发怒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发怒之后还把自己的怒气灌以圣洁两个字 以此美化为圣洁的怒气 很多时候这样说的人是在给自己的生气所带来的行为 而不悔改在找借口呢 还是他真的能够像上帝一样发出圣洁的怒气 人不能够与圣洁的上帝所比较 圣洁这个单词不能够随便用在自己的身上 我们要明白我们始终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 神总要为我们开一条出路 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 我们受试探犯罪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我们不知悔改 在神面前我们始终要保持敬畏 在神面前我们始终要保持悔改 这样我们必得生命的冠冕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 我们要忍耐 等候上帝所给予我们的恩典 愿上帝祝福大家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经文 我们来看第二十二到二十四节 在这里圣经说 只是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自己欺哄自己 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人 就像人对着镜子 看自己本来的面目 看见走后 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 好我们圣经读到这里 在这节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 我们听道并且要行道 当我们听道上帝的话语之后 我们要努力的把神的话语 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基督徒的敬钱 不仅仅是表现在我们的礼拜之中 基督徒的敬钱 不仅仅是表现在我们每天的祷告 和灵修当中 基督徒的敬钱 是表现在我们礼拜读经 祷告之后的生活当中 生活是检验我们信仰最好的工具 上帝说我们要彼此相爱 爱人如己 当我们听到这样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总是能够被这样的话语所感动 也总是能够被这样的讲道所感动 但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信仰 永远只是限制在感动上 永远只是在对话语的感动上 人听到不行到 等于没有听到 人懂得越多 知道的越多 却不能实践在生活当中 等于不知道 我们很多基督徒明白大使命的真理 明白大使命的 所给予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使命感 我们为了主的大使命 我们雄心满满 要为主的国度宣教 要为主的福音奉献自己 然而在他们高呼要为自己 要为上帝所奉献自己的时候 他们的眼睛当中 看不见离他们最近的那个 需要帮助的弟兄和姊妹 在神的眼中 我们能为上帝所做的事情 没有大小之分 或许一个在圣殿当中 一辈子开门关门的一个信徒 和一个著名的布道家 他们所做的工作 在神的眼中是一样的宝贵 一样的贵重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只是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自己欺哄自己 因为听道不行道的人 就像人对着镜子 看自己本来的面目 看见走后 随即就忘了 他的相貌如何 我们听道不行道 我们永远看不到 我们信仰到底是怎么回事 弟兄姊妹们 关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把耶稣的话 实践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这就是 这也是我们宣教的一种方式 这也是为了神的福音 做出了贡献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这就是敬虔的信仰了 我们要多多的吸收知识 多多的听取上帝的话语 也要多多的努力去探索圣经的奥秘 但我们不要以此为满足 我们不要以此 以明白圣经的奥秘为满足 我们要以把这些道 进入到生活当中 改变我们为目标 为目的 改变我们造福自己 造福他人 这就是我们需要听道 并且要行道 愿上帝祝福大家 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天父上帝 爱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么宝贵的话语 让我们明白 我们需要听道 并且要行道 我们知道 基督的敬虔信仰 不仅仅表现在我们的宗教层面 不仅仅表现在我们在礼拜堂当中 不仅仅表现在我们读经祷告的过程当中 更需要表现在我们的行为当中 行为是信心所接触的果子 天父啊 求你让我们真真切切明白 去检验我们 在主的里面是否有真正的信心 主啊 也求你让我们明白 在主你的国度当中 让我们忠心于上帝 忠心于上帝 所托付我们的每一件小事 我们不要好高物远 总要扎扎实实的走下 我们信仰的每一个脚步 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我们以上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